因为法医失态聘的证词呢 让18名被告全都轻判 今天中间新闻独家访问到一名陈爸爸 当年他的儿子在军中身中十三刀 同样是因为法医的报告 说是自杀也导致涉案的军事官全部无罪 所以他认为法医制度必须要改革 要开放民间参与才不会变成一言堂 替代义男陈俊敏的父亲拉布条 替儿子申冤 对于红案18人轻判更觉得无奈 法医如果不能重选被害者 他们完全后面又有一只黑手在主导他们 要法医怎么样写报告 然后检察官又一句法医的报告来办案 那根本真相很难 秀出证据被烧毁的照片 陈家人为了帮儿子申冤 陈妈妈不知道哭晕了多少次 陈爸爸说他身客体认到军方的黑暗 同时也感慨军队里出人命 法医验尸 民间检察官办案唯一的依据 这么重要的环节竟然可能被轻易操控 我们感觉是不是民间 我们也可以请法医 两个还是三个 然后去开会去定定 然后你官方你说这样 我们民间请出来的法医认为这样 对不对 我们可以提供给检察官去判断 你不能完全给一个人去主导 红仲秋案一审结束 法医证词可能出现的漏洞怎么改善 让被害人家属觉得公平能幸福 将是司法机关下一个要独立的方向 记者林元斌许家师台中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兹